王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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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荣幸的 这次听到修行之旅 去尼泊 其他的他们去修行之旅 我从来不敢想像 我可以去修行之旅 这是尼泊 然后一个 很特别的龙口 就在那里 我就想到说我可以去吗 我等半年中风后 没有想过出国 没有想过 只是在家休息 我兄弟姐妹也不让我去外博 怕有事情 那我就想到说 这次这条龙这么隆重 我要争取这机会 小弟 小弟感触很深 他说可以 我安心了 那么财力呢 从那时起中工后 我财资呢 一落前掌 我读书课程都是赞助的 从那里找资金 所以又想 头痛了 所以找我姐姐 打赛事 去尼泊 给我一万块去尼泊 所以说 那你找资金 我再想到头痛 那那个资金呢 我就很高兴 老师答应了 从那不敢想像 我给去尼泊 那么在之前 只而以为呢 我参加壁股 第一次我相信 很成功的壁股 因为我从 吃13亿药圆呢 剪掉到现在 没有吃低亿药圆 还是 还是可以看 去之前呢 有业障 来搞扰我 我知道那些是 冰淇淋的业障 我还是坚持不知需要 那么吃一点需要 就也确定是要补一下将军 因为我怕担心 叫尼泊尔 没有去力跑 因为我走路不方便 所以说我还是 那时就开始壁股 壁股 请问老师 警示老师说 我可以再继续下去吗 一个礼拜前 知道你还是开股好 所以我就开股 一上机呢 我就开始壁股 所以说我当然是 因为壁股 我可以得到健康 要人不用吃 而且会有精神 有一个显示 我们去在尼泊 我们去那个 出门前 就是需要洗手 出门到回到旅店 我没有上过洗手 整天 很好啊 壁股帮助我 之前呢 一个小时呢 去两只 三只洗手 说没有壁股的工人的话 我根本不能去尼泊 我根本不能去尼泊 因为当然去去的话 我只要跑去洗手 很辛苦 所以这个解决我最大困难 也是老师的工法 很有效 壁股工法 然后想到说 我后学地址感触呢 蛮深的 从没有可能是我做到的 但是后学只要十顿 很多鲜画 很多鲜画 感觉不太出来 不感觉 鲜佛的文化传统的艺术 然后说我们大白塔 两千多年 没有人感觉这是真实的 这是存在 老师的 事正持续 可以突破这一点 两千万年 我又感触了良心 像鲁文医 那个 那个 是叫摩尼佛的书呢 也是感触到 人要特别强 那书蛮大科 好像要有五六个才可以 包在其中 也不能上去 那些感触呢 存在里面 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那其实给后学呢 因为说 这么好鲜画 我们不了解 经过老师的指示 开导才了解这一点 感触到我要回来的话 还好失修 所以说 要走这条路 即生成了 这个路 我要立下决心 走这条路下去 因为后学 接触我几个道场 也没有这个情形 帮到我身体健康 帮到我修持 都是好像说蒙蓬的 老师是万人的可以说 是个八宝 他有什么功法都可以 叫我们练习 所以我先感触两声 所以希望我们继续修下去 我立了个院 在昨天 最后一条院 大院 寄生成佛 以示 修行这条路 不要再轮回转世了 谢谢大家 师父 各位师兄 我跟着师父上上 第四次 这一次 是我最辛苦的一次 第一天上到山上的时候 我是觉得好像我回到家里面 我觉得第二天要回来 时间好像很短 不够 我还跟他们说 我不要第一批下来 我要最后一批 不过命命中就注定 我们就是第一批下来 刚好 连 最 下到了那个 迦德满都 我到了 酒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 跌倒了 弄到我的肋骨 连是很痛很痛 不过我也没有跟人家讲 我就忍着那个痛 第三天 我就跟着一直走走 到到那个 印象最深刻的是 在那个年事洞那边 当我进去的时候 外面师父说 那边有五个手掌印 我就 感觉到 那个五个手掌 是整个发光的 直接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我的手也跟着他 信心相应 我就在那边 静坐 静静的在那边 我也观到很多东西 不过师父说 观到这个不是 有的东西不是 要往里观 所以 我也学到了 凡是观了什么东西 都要往里面 往体里面观 到到 到到师父 说 五个人五个人 进去里面的时候 他们就叫我上来 我也不知道 我走到年事洞那边 我整个人脚就暖了 还给崔平他们 刚着进去里面 连我的头就打到他 那个年事洞那边 我进到里面 我整个人是很舒服的 我不想出来 不过 因为 你们说五分钟 还没有到我 我已经路定在里面 我还没有完全的时候 我就要出来了 我觉得很可惜 不过我的肋骨是不痛的 当我在练功的时候 他不给我痛 很感恩 过后 过后他的痛我就要扶住 整个行程我就是扶住我的肋骨 因为他的痛是 不能够形容的 连 到到 到到我们去到那个 释迦摩尼的 我们很 荣幸可以遇到释迦摩尼年盘 2500年那时候 我也不知道 我进到里面 我很开心 到到师父叫我们 在一个场地那边静坐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哭了 我说 我到家了 这个地方好像我来过 不是好像 是事实我来过这边 在那一边打坐 第一次去那边打坐的时候 很快的就路定在里面了 连 在第二次师父 再带我们去的时候 就不行了 整个咬到 很多 不懂蚊子还是什么 咬到 你整个人很难 进去里面路定 再到到 释迦摩尼的 家族的那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看到 我就感觉 我也是 回到家了 我就自己会走到那边去 连 到那边 我看到释迦摩尼 我就一直哭 哭哭 我哭到不停 而且我也一直跪 连刚好有一个老太婆 应该是 释迦庄的 后人 她看到我 她一直跟我讲话 我也不知道她讲什么 我也头一直低 一直哭 一直哭 她就叫我来啊 来 连她就帮我点那个 那个金光 连我到那边 我觉得 我这一次的收获 是很辛苦 不过我这一次的收获 我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了 我已经知道我的路要怎样走 是很辛苦啦 不过我会跟着师父 师父一起 连 多辛苦我都 希望我不要放弃了 谢谢 谢谢 首先 我非常感谢 老师 这一次的加持 给我成功完成 尼泊尔这个修旅之行 以及各位同修 新加坡的同修 法来西亚的 以及海外 各位同修的好部 使我成功 我感到非常 欣慰 给他们 敬礼 在此 在此 当我 开始 报名的时候 我根本 就没有 那个信心 而且 我的两个儿子 就问我 老豆 你可以吗 那边是很远 很冷的 这样我就静静下来 就继续这样努力 跟着老师的指导 练功法 皮肤的 呼吸的 跟那个 吹佛筒的 慢慢慢慢调到心 就继续继续变成 变成 比较 有信心的 这样继续下去 继续下去 就变成 完全 忘记了这种 为那种压力 这样的情形 我就 慢慢有信心了 这一次的旅行 我有三个突破 第一 我是跟OOSS的第一次到外国之旅修行 第二 也是我第一次B股 完成了七天的B股 第三 是个别的 整十年的没有出过外国 因为自从那时我做了自家 我的心脏自家 就没有信心出去 然后就认识了我OOSS 两年后 我就慢慢累积那种信心 就是在这个3月24日就开始去行 OK 在这个旅行之中 我有一点小小的体练 尤其是在第一 我是在那个联石洞 联石洞 我就体练到那个气场 那个气场非常殊胜 而且我也在那边 而且我也在那边 近桌了差不多整四十五个小时 在别到那个洞 那个洞 那个给我感觉是 跟地下是不同的感受 非常的殊胜 还有 当我上去的时候 我没有感觉那种泪 一步一步一步 这样 以我这种身体 一步一步的垮上去 也给我一个 非常的 叫做 这次可能是师父 或是隐形 或者是险形的师父的保佑 我才达到这个成功 还有一点 在路卡 我就没有想象 我会达到那个目的地 我的目的就是去到路卡 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去 不可以 我就在那个 酒店 就休息 就等着 你们下来 就一起回来 到最后 我还是成功 达到 这个旅行之旅 虽然是 经过一个 安排 到最后 我也是达到 我的理想 感恩 这样多位 新加坡的同修 还有马来西亚的同修 以及国外的同修 尤其是最大的 就是我的师父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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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的太太 还给我很大 还有一点 是在那个 西加坡里出世的地方 我在 第一次去的时候 第一次到那个地方练功的时候 我是迟了 整差不多一个小时 我到最后 我去到的时候 已经很夜了 我只是 练了差不多小小的 半个小时 那时我一直在静坐 静静的坐 我没有感觉到 那些蚊子怎样怎样怎样 怎样怎样 一直在 一直在 跟我做朋友 一直在 吃着我的手 这样过后 回来 完成的时候 回到酒店 我就觉得 我的手 为什么这样多针呢 这样多针呢 我还真的有五六十个针 在我的右手 我真的没有感受 这个是我 从来没有想象 我会有这样的体验 我就感到非常的 笑 还有另外一个景点就是 我是在那个 那可书 两个礼拜之前 这是干枯的 我在那边修行 那静坐 那也是给我一个 非常地 体验到 那边的气场 是真的跟街里的气场 是不同 从我学到我非常 感觉到 很多收获 但是 就是 谢谢 我就是这样多了 感恩 感恩师傅 感恩新加坡的同志 感恩马来西亚的同志 好 谢谢 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